要吃啤酒 隨便打電話 預訂 夠新鮮 夠有味道 我剛洗乾淨手 我先試給大家吃 有幾個單位 又可以帶進去 一舉三就行了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和Andy哥 在淡水中心 即是我們的分店 我們的地鋪 先看看 惠灣惠家置業 這個是Sam哥的頭像 其實我們在這裡 這間店開的時間比較長 今天我和Andy哥 還有香港客戶Billy哥 去看淡水的街鋪 好像這裡的地鋪 想作為一個投資 我們看完地鋪 無論關於淡水中心 或是大雅灣的一手二手 樓宇 包括商業 其實我們有很多資訊 沒錯 淡水間店的位置 上面是彩虹城北區 沒錯 沒錯 左邊就是大門 再走過去就是中行泛雅 陽光地帶 沒錯 再過來右邊 就是我們以前的中糧 都賣得很高 對 中糧V城市 對 旁邊還有我們的天龍 大潤法 交通很方便 大概是知道這個位置 我們屏幕下 都有聯繫方式 只要你在這邊 有什麼想買 一手樓 二手樓 放盤等等 我們都可以幫到你的 對 對 還有我們Billy哥 剛才看店舖 好像累了 坐在那裡 看看我們辦公的地點 其他人同時出生 Hello Hello Billy哥 剛才是否看漂亮的店舖 很累了 還穿了眉毛 在眉戀想哪間 在想做什麼業態的生意 我建議你買一間大些的 做什麼好呢 我幫你預訂好了 今天未帶你看到 有一間是開銀行的 銀行 銀行都要為你服務 你明白嗎 你做了業主 那租客是銀行來的 電話絕對有生意做 其實買店舖是金庫的 如果是租給銀行 金庫 我們叫做要多少 按多少 是否這樣的意義 我想到時候你租給銀行 你給我一條鎖匙 我可以 有時候進去看看 有什麼可以研究 哈哈 OK Billy哥 這裏就是我們的 裝修比較簡單 只有幾張建老桌 還有個別的錦旗 即是我們在這裏 蹲的時間長 就肯定會有這些 合作商家 這邊還有一張茶桌 還有我們上邊有一層 跟下層是一比一的實用 我們這些街鋪 這裏的內� 沒有多少方 應該是三四十方 差不多 我們的租金 每個月交五千多元 都租了十年八年 都是這樣 五千多元 你說值 又不知道值不值 反正 你有一間街鋪 你一個月很穩定 但租客 你這些旺位絕對不會斷 無論你疫情三年 你整個街鋪 我們拍攝也看到 都是商家 很多很多 今集 最主要是跟Beey哥 看了街鋪 又辛苦了 帶他享受當地的美食 最主要是介紹美食 今天 介紹美食 沒錯沒錯 如果有美女當然好 美女 下一集帶給大家 好嗎 Beey哥說要打馬 我比較有難度 我們品嘗一下 農家私房菜 私房菜 就是淡水 但裝修絕對是復古 不是那種 不是復古裝修 而是 本身就是很舊的裝修 淡水只有一間老店 但是 地道 你會寫得到 少年時那種 如果你來過大陸 或者香港那種 回憶到 原來媽媽之前蒸了一碟排骨 沒錯 沒錯 OK 我們直接過去 再拍給大家 有什麼美食 再品嘗給大家 分享給你 OK 出發 出發 好 各位觀眾 我和Andy哥 過來淡水 這條什麼路呢 這條叫做 葉挺中路 沒錯 和大家介紹 我們 好吃的東西 通常 絲絲影影 都不會在大街大巷 即是你經常捐巷仔 沒錯 沒錯 因為大街大巷 其實都有美食 但是這間 就是老字號 老字號 正在巷仔 正在巷仔 招牌名叫做 生技絲繁菜 絲繁菜 沒錯 對 因為比較悠久歷史 這間店 不會太多桌椅 讓你坐 小小 但是做這些都是精品 要吃什麼 要經常打電話 預訂 夠新鮮 夠有味道 整個樓的外竹 這個是電話 這個是老闆電話 150139 83168 整個樓是一個 聚利亞風格 不是聚利亞 是古式古香 古式古香 因為它很舊 看看我們 外面有一個 很大型的廣告 來外面 菜式不會太多 但是吃味道 吃食材 最有名的就是這個 搖雞 還有客家菜 我們都試過 炆鴨 還有豬耳 還有蔥油豬肚 這個是搖鴨 就是搖雞 搖雞 搖鴨 乾脆直接進去看看 搖的工具是怎樣 這個工具 真的 進來一樓是收銀台 還有工作台 隨網 看看這個 這個搖雞 很興奮 我們最主要是拍塔 那隻雞 不要這樣說 溫度你試試吧 黃經理來了 拿手摸摸 手摸摸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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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隻 我們怎樣的搖雞 紅紅火火 這樣試過 看一看 用泥炭 泥芝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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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炭全部是泥芝柴 搖出來 那個效果 我們現在拿上去 我們上去 品嘗給大家 除了這個搖雞 還有很多漂亮的東西 對雞 樓下在這裏 除廣 這間裝修 真的 故鄉故飾 不是故鄉故飾 你看過扶手 或者是樓梯 這間屋 很有歷史年代 看窗戶你就知道 好像回到80年代的老屋 沒錯 只有幾間房間 因為沒有大廳 是的 Billy哥又坐在這裏 準備開飯 準備開飯 那我們就 上齊了嗎 還有一兩個我們不理 我們最主要是拍攝飯 這個就是蒸豬耳 吃下去 最主要是食材 還有那個 吃回 媽媽當年時 那個蒸飯 哈哈哈哈 是不是 Billy哥 又去多年我 年幾時 這個蔥油豬 主要那個重點 我們的雞 我剛剛洗乾淨手 那我先試給大家吃 為什麼你每次都是這個步驟 這是你第一時間做的 Billy哥 動手 動手 那你先不要試青菜 不要試青菜 你試這個 給一下評價 來 幫忙看看下面 你不要這麼陶醉 這個點評一下 墊底是什麼 墊底那裡 墊底那裡 放些什麼 有些豬肉 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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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過幾次 你說一下 口感 挺入味 但是 如果它 熱得久一點的話 更入味 好 辛苦我們Billy哥今天看了 先把雞腿 多謝 多謝 先把雞腿 還有一個給我們成功 好嗎 真的辛苦了 雞腿呢 留給試驗師 讓Billy哥先試 試驗 試驗師今天也很辛苦 因為我都受不了 你經常講那麼多 我都要 下手砌 沒辦法 鏡頭 拍著我們 愛波愛波 吃雞腿 先說一下平 嘩 喂 為什麼你一扯那一下 跟那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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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你去廁所 還沒洗手 剛剛洗完 一定要拿著手 拿著來吃才夠正 我們這些 私民人呢 要戴上個套 安全一點 安全一點 拿開這個 它這裡 皮 它是有點焦味 但不是焦 所以咬下去的時候 燒得很有技術 它是有點脆的 牛雞 現在的雞肉呢 搖雞 不是牛 雞肉是新鮮 是超級的 是結實那種 你說的有運動 即是雞也好 或者是老鼠也好 有運動 好像人那樣 雞肉肯定很發達 是嗎 還有什麼味道 這隻肌肉一定是不肯定下來的 要好吃 好吃 你這樣說的話 可能觀眾會叫你 Bee哥你什麼時候回香港 你看幫我 你幫我整兩個打包回來 哈哈 現在回到很方便 直接過來 吃完美食之後 多包幾個單位 又可以大展拳腳 一句三句 可以了 沒錯 再試試 蔥油豬肚 雖然那種做法 雖然很多姦 但這種調味料 或者是爽脆度 可以的 每次一點 這個醬油 挺爽的 因為做食材 沒有做得那麼乾淨的話 那種味道 還有一種 豬絲味 壓壓的味道 這個沒有 真的有的 有些做得不好的話 你這樣 你這樣 在試菜 在說話 我好像不停在吞口水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我試菜 我拍不到Bee哥 整個菜欄 我先試一試 不是 在吞口水 很辛苦 試一試 注意 這個姚雞 在十永銀湯 也吃過很多姚雞 雞是比較大隻的 第一 一看來 雞是比較大隻的 雞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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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是淡水 第二 淡水是多些好食物 這是事實 每次成果難都難不住 因為吃東西 沖出來淡水 都不知道為了吃東西 就是為了什麼 你說吧 為了深化這裏 客家美食 多元化 雖然一隻姚雞 簡簡單 但不同的地理位置 不同的區域 做出來的味道都不一樣 即是卡角區 一個美食的程度 是 包括我們這邊的樓宇 一手二手 對比度假區域 十里人湯 其實大家都不同 等級 沒有可對比 即是生活區 一個是度假區 對 沒錯 所以美食 都有它的差別 對 對 不是 雞腿整齊了 不是 它吃到很陶醉 它都不說話 不知道怎麼說 我經常說 Billy哥說 看看吃完這隻雞腿 三兩套 看看哪一套 三兩套 加上三兩套 五套 不是 它要開銀行 剛才說 當時還給我們鑰匙 看看如何研究 安保 是的 美食回到大灣區 或者惠州 或者流宇 一手二手都可以 或者其他遊玩的 我們會帶你們去認識 介紹這篇資訊 實時和你們去逐一去分享一下 我們每一集都會出定期更新 對 更加多分享更加多資訊給各位觀眾 OK OK 我們分享到這裡 拜拜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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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